虽然小元说自己发脾气不是故意的,也向女友道歉了,但这件事的发生还是让小赵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忧。 回家之后,小赵想了很久,到底要不要继续维持这段感情和小元结婚呢? 最终小赵还是说服了自己,接受男友,并且不久之后,他和小元还领取了结婚证。 其实小赵有这样的想法本身并没有错,只不过后来小元的表现让他非常失望。 跟他的朋友一起,他这个人比较怕脏,有一次我就不知道为什么,他背一个双肩包,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把一杯可乐放在旁边那个侧带那里了。 然后他当时,我们要走那个楼梯很高,他当时就把那个背包一背起来,就往上面跑,跑了几步那个可乐摇晃洒出来了,洒到裤子上了。 所以他就很生气,就问我为什么,我当下我肯定知道糟糕了,我就马上道歉。 然后他就很气的,就怒吼啊,周围很多人嘛,就骂。 他骂一会儿了,他又平静了一下,就说那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? 是我自己没有那个勇气去放开,放弃他。 当时如果从内心说的话,我是不想跟他在一起,所以我犹豫了。 当时我们在一个围栏边,一个山上的围栏边,我说我错了嘛,他就说那你就从这里跳下去啊。 我知道他不会让我跳,但是他说这个话出来很上感情,我说那我怎么做,你会高兴一点。 他说那你拿手机去跟每一个景物自拍,然后我拍了,他说我没有笑,他让我笑,然后我又接着拍。 就有十个那个景物,我拍了七八个,他说没拍完,还有几个,就是一味地去顺从他。 然后跟他去旅行我觉得很难受,就是整个过程都像在完成任务,都是为了不要激怒他,然后就想着快点回家。 他玩的东西我也不太有心情玩。